对于圣彼得报的瓦格纳总部被俄国警方炒个精光 搜出的钞票面额超过4700万美元 大约14亿台币 甚至还有收闹普里格金的护照 现年62岁的普里格金在苏联解体前 因为抢劫诈欺等罪行吃过9年劳烦 出狱后他卖起热狗没想到事业越做越大 开着餐厅获得圣彼得圣彼得报大观显贵的青睐 不只经常拿下利润丰厚的政府标案 负责俄国学校与军队的膳食 还一手包办普丁的就职典礼与国宴 2003年甚至替普丁举行生日派对 从此成为外界口中普丁的大厨 有了普丁信任壮胆 普里格金2014年创立瓦格纳集团 除了叙利亚和乌克兰瓦格纳足迹遍布非洲 2022年为普丁投入这场军事行动 普里格金情上前线却功高震主 多次抱怨俄军雕渡 与莫斯克嫌隙扩大 普里格金6月发起的类兵变 正式踩到普丁底线 普里格金一生起落 无论已经画下句点或还有戏剧性转折 再再显示大厨或好友 没人能挑战普丁帝国的权威 3d希望往上一步